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包括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奥斯汀在内的南部十座城市 亚德兰大 加奥特 拉斯威加斯 休斯顿 拉斯威加斯 奥兰多 凤凰城 北卡罗利 天帕 这些城市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我在我的频道里经常提到 刚才我们谈到了奥斯汀的三组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是这两个数据的总和 同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其他九座城市的三组数据和它的建交房源的总和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有些数据是非常小的 比如说夏奥特 三四天以前建交的房源的数目很少 然后北卡罗利也是很少 但是最近三十天来它建交接近两倍多 对吧 然后这个也是两倍多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计算结果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现在建交房源的比例 对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特兰大 休斯顿和天帕 现在建交房源的比例都在29%左右 接近30% 反正这里面我们看到有20%以下的是达拉斯 还有北卡罗利 但这个数据只是显示现在在各个城市的房市的现状 不能告诉你这个房市的发展趋势 要知道他们的趋势 我们要做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它30天房价房源的比例 和现在最近30天以内建交房源的比例 好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接着看下一个数据 好 这里显示了30天建交房源的比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数据是很低的 比如说北卡罗利30天以前他们只有4.9%建价 夏奥特也是6.6%的房源建价 这也跟我们所知道的和观察到的很相似 因为我们知道北卡 夏奥特和罗利在前几个月都是一直很滑 所以他们建价的房源是非常少的 但最近的一个月就有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看这两个数据 夏奥特从247到现在的607 北卡罗利从以前的133那么低到现在的345 那我们看看他们的比例 他们的比例在这里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就是比较了 30天以来建价的房源数目 跟30天以前建价的房源的数目来比较 算出它的房比增长 这里的数据显示一个月前 建价房源非常少的地方 如北卡 夏奥特和北卡罗利 在最近一个月 它的增长 它的房比增长是非常高的 特别在北卡罗利达到159% 然后在夏奥特是146% 在这个10座城市里面 最高的房比增长最高的是凤凰城 是187 Tempa是160 也是非常高 他们这几个高的原因 一方面在这些地方的房射的比重程度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是跟他们前几个月 他们的房射非常火爆也有关系 在这四个 房比增长非常快的地方 在一个月以前 他们的建价房源的比例是非常少的 一个是6.6% 另一个是凤凰城市7.2% 北卡罗利刚才说是4.9% Tempa是8.1% 都是非常低的 相对来说 而这里面就说这房比增长最低的是休斯顿 它为什么低呢 不是因为它的房市比其他的地方好多少 而是因为它刚开始的时候 前几个月就一直就 建价房源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它在这三四天以前 他们的建价房源就一直就是 在这里面是排 排名最高的 达到的高达42.6% 然后它现在比较稳定就是了 技术比较大了 所以它就是 进展没那么快 并不说明它现在就 他们的房市就有所好转 或者比其他几个城市好 只不过它的技术比较大 分析完了 这四座城市 最近几个月 建价的趋势 是不是建价的数目 越来越大了 如果是的话 说明这四座城市的房市 是越来越批转了 反正证明这些地方的房市相对稳定 好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方法 分析你所感兴趣投资的城市的 房市的状况 可以是整个大都市 也可以只是一个社区 或者是某个油增标码里的房市 比较多行 必须提醒大家的是 这一期讲的只是建价房子的数量 和首帐的比例 不涉及到房价 降幅的多少 还有建价的数量多少 等等 这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做更深的分析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一期的内容 现在可以留言 点赞 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和聆听 下视频再会 拜拜